从美产时期Vans就跟影视作品IP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开始的迪士尼联名到之后的JoJo、曼威、秦普森的一家 再到去年爆裹的怪奇物语和海贼王 越来越多的大热IP都加入了Vans这个大家庭中 那我今天要开箱的三双联名可能是在Vans中比较冷门的 但是它们的IP影响力可是享誉全球 第一双就是科幻迷们心中的白月光星球大战的联名系列 那我手上这一双还是Vans World的联名限量300双的Half Cab 那其实这一次的发售一共是有两双的 一双是代表黑武士的黑色Cab 那一双就是我手上这一双代表尤达大师的白色Cab 双鞋并没有像经典直线联名中那么多花哨的元素 反而反扑归真用最好的皮质打造这一次的联名 要说有什么心战的细节 在鞋舌和鞋身测标的滑板小人通通变成了尤达大师滑板造型 还有最绝的就是鞋带头竟然做成了新战中招牌武器光剑的剑柄样式 第二套就是我们最爱的卡通角色海绵宝宝 上一次同卖老板鞋的时候找到了两双VOT直线推出的联名 那想到还有两双classics的就想说拿出来给大家也看一看 这一次的联名鞋和设计就更有海绵宝宝的风格了 舞台转到了比奇宝 鞋盒上除了有海绵宝宝的logo 还有张鱼哥派大新海绵宝宝的家 那双鞋都是old school 设计风格可谓是各有特色 那先说说我最喜欢的这双黑蓝配色的old school 鞋身最乍有的就是这个毛毡材质的海绵宝宝 包人脸了吧 蓝色的鞋身压印着各式各样的花朵 宛如自身海洋一般 那另外一双old school Vans的味道就更足了 经典的棋盘跟印上了不同表情的海绵宝宝们 那包边的of the war也是海绵宝宝动画风格自体呈现 最后这一套脸没喜欢恐怖片的爱好者千万不能错过 那在去年2021年万圣节 Vans和小丑回魂 猛鬼街 闪灵 驱魔人 黑色星期五 以及捉鬼小精灵六个经典恐怖IP打造了整个万圣节系列 那我手上这两双就是大家最为熟知的闪灵 还有猛鬼街联名 首先先说说闪灵吧 闪灵电影里面的元素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Vans的鞋子里了 去年SICE发布的一套鬼屋联名 灵感就是来自闪灵电影里的237号房间 但是那一次的设计过于含蓄了 远不及这一次的联名设计来的简单直接 这双SLEEPON直接就是把电影里的双胞胎小女孩形象印在鞋面上 那为了营造恐怖氛围 Vans还把图片以更加惊悚的样子呈现 这要是在大碗上看到还不下一哆嗦吗 猛鬼街的这双SK-HI相对来说传达属性会更好一些 那被时尚界经常致敬的弗拉迪形象 在这双SK-HI上得以展现 福达迪身穿的红色条纹毛衣被移植到了这双鞋子上面 加上类似血迹泼墨的造型 不用去闻就能感受到血腥的味道了 这三套IP联名你们会更喜欢哪一套呢 这些IP联名 Vans不仅仅给予了他们穿搭属性 还赋予了其收藏特点 许多人是不是都幻想把自己喜欢的作品穿在身上 或者是以另一种实体方式收藏它们 Vans的联名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需求 在现在IP价值越来越高的时代里 许多人都希望自己喜欢的作品能让更多人知道 那么大家最想哪个IP价值进行合作呢